都行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张大头 以后就是你们的老板 而你们 都是我挖三十万一个 摆回来的猪台 我就是在哪 半个小时后 我们到达云北 也就是你们工作的地方 表哥 你是不是搞错了 谁是你表哥 听明白我刚刚说的话吗 那我再给你们解释一遍 你们这些人 有的抱着一夜暴富的幻想 有的信了亲朋好友的承诺 有的被人欺骗 而他们 是拿着一个人三十万的价格 把你们卖给了我 因此是我女朋友 我们都快结婚了 他怎么会把我卖了 女朋友 在里面最蠢的人就是你 那个所谓的女朋友 打电话说卖你的时候 叫的可阿欢了 不知道正和哪个男人快活着呢 跑得上绿油油一片 别人卖了 还帮人数钱 真是个可怜种 别人卖了 还帮人数钱 真是个可怜种 小妹妹 长得似乎不错 抬起头给哥看看 宝贝儿 快去倒 别碰我 宝贝儿 别挣扎了 乖乖伺候好哥哥我 把我伺候开心了 我肯定不卖你的 不然 去了那些地 你可就千人骑万人长 别碰我 救救我 救我 你们救我 我有钱 我有很多钱 你们救救我 救救我 救救我 放开他 小子 你说什么 我说你放开他 操 给你脸了是吧 你个废物猪仔 来管老子的事 看到了吗 这就是你们不听话的下场 我哪的医生 就这么结束了吗 也好 啊 啊 毕竟活难 放置世间美好 日记已到 你不烦 还不龙身归位 参见陛下 临身 钟爱琪有何事赏奏 禀陛下 公主殿下成年已久 不宜再身居公主 请陛下为公主赐婚 早是为我大下 开枝散叶 我这女儿 兴高气傲得很 从放眼看遍天下 无异男人 入妻法眼 想要她结婚 难呀 啊 这是 这是 天相大变 难道我大下要再起纷争 贵业 此天想打几眼 是个百年 我大下龙神 终于再度归位了 大下龙神 大下国主 夏无双 供应龙神 龙神归位 愿龙神 庇佑我大下 国泰民安 四海生平 大下朝臣 迎接龙神归位 与龙神 护救我大下 国泰民安 四海生平 国师 可算出龙神在哪 平道道行浅薄 算不出来 上任龙神 乃是江北之人 新任龙神 或许就是 上任龙神的后人 江北乃龙兴之地 去那里准没错 来人 传职 令大下公主 夏无忧 前往江北 兵龙神归神都 那夏龙神 这才是我夏无忧 一直要等的男人 你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我赵家 升为大下第一世家 哪怕大下皇室 都要惧怕我赵家三分 可却拘泥于男女之别 说什么 女子不能掌权 哼 我偏不服输 眼下 就是我的机会 大下龙神 我若能得 这位青睐 赵家 你可还有胆说 女子 不能掌权 传承百年 我护龙一族 终于等到了龙神归位 传令 唤醒护龙殿三十万龙位 他们的王回来了 妈的 刚刚发生了啥 好像有金光闪过 算了 不管 还是快会要紧 小妹妹 我来了 妈的 废物东西 你找死 所以 你就这点没事 已经到国内了 没有比这更安全的地方 我们就此分开 你要去哪 和江北人 要个交代 你是江北人 你叫什么 我叫李不凡 江北 李不凡 我记住你了 让大小姐受惊 我等该死 去 帮我查一下 是谁把我的转机地点 改到了云本 是 还有 再帮我查一个人 他叫李不凡 是 原来 我李家乃是神龙血脉 是带守护大厦 而我就是新的大厦龙神 让我在这儿等公交 你告诉他明天不用来了 刀子 你哪冒出来 穿得破破烂烂的 不知道还以为 哪冒出来的乞丐呢 赶紧滚蛋 别耽误我在这儿等公交 这是公共场所 不是你家 你把嘴巴放干净 小子 你才教我做事 我在江北 混了这么多年 养了这么多人 还从来没人敢 教我做事 现在有了 小子 我还真佩服你的勇气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你谁啊 我说出来 吓死你 你爷爷我行不更名作不 姓江北的地下皇帝 雷千曲 小子 你不听到我是谁吗 听到了 然后呢 我他妈给你脸了 是不是啊 我今天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他妈的残忍 我操 这么大战争 是要来接谁啊 江北还有人 有这么大的牌面 这想把老师招惹了 谁要这么大战争 这天翁老子俩都救不了他 大下龙卫统领朱雀 拜见龙神大人 恭迎龙神大人归位 起来吧 谢龙神 禀龙神 三十万龙卫已换醒 如今龙殿上下 都在等待您的召唤 还请龙神 龙殿 居龙座 掌神拳 居龙座 掌神拳 先不及 我还有一些事要处理 谨遵龙神号令 禀龙神 龙神归位 需要举办参龙宴 照告天下 您是否要在龙殿内 举办参龙宴 不去龙殿了 就在江北 时间就定在三日后 遵令 龙神 此人对您不敬 论罪当诛 请龙神允许朱雀动手 将此人 错苦扬晦 大哥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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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爷 你求您找我一名 我 我再见 我该死 你大人 大人你 你就别跟我一般见识 算了 你回去吧 记住 以后不要给我养开人地方 但是 一定紧坐您的脚 算你责任 龙神 大侠 小是本年的守护神 宿重归于世了吗 要是真如此 那大侠的天 就变了呀 龙神 接下来去哪 去要个交代 来 我们大家一起干一杯 庆祝我终于甩掉了李不凡 那个废 女儿 房子和公司的事 都解决了吧 妈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 我跟她说 想要跟我结婚 就把公司和房子 都转移到我的名下 那个蠢货当天就照办了 现在啊 你女儿我已经是千万富 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她有什么麻烦 她现在啊 早已经被卖到鱼 说不定了 腰子都被割了 姐 听说冯少打算娶你 真的假的 自然是真的 你姐我现在 可是年纪轻轻 事业有为的女强人 冯少可喜欢我 还好 冯家 那可是江北豪门 背靠江北世家 第一家江家 只要我们能抱住冯家的大腿 将来我们刘家 必将一飞冲天 日后啊 这江北豪门之中 也会有我们刘家一席之地啊 好 来来来 庆祝咱们刘家 即将成为豪门 你怎么回来了 我要是不回来 怎么能看清你们一家丑恶的嘴脸 你怎么说话呢 我可是你长辈 长辈 你也配 李不凡 给你脸不要脸 是吧 你现在就是一个 一无所有的废物 而我们刘家 即将成为豪门 信不信 我找人弄死你 豪门 太可笑了 可笑 我看可笑的人是你吧 一个一无所有的废物 废物 刘燕 你是不是忘了 你今天的一切是谁给你 当初你上不起学 是我资助你上的大学 你弟弟欠了赌债 要被剁手 是我帮他还的 你母亲得了重病 是我找人出钱 帮他做的手术 你毕业了找不到工作 我把你安排到公司 做了公司的总经理 你说如果我们结婚 我要把所有的资产 全部转移到你的名下 可如今呢 你却盛气凌人地嘲讽 我是个废物 没有了 没有了利用价值 没有了利用价值 不是废物是什么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被我抛弃吗 为什么 因为你蠢 你蠢到我要什么 你就给我什么 你把你所有的一切都给我 没有了利用价值 那你不就是一个废物 你说 你就为什么不能乖乖的听话 死在云 偏要回来惹我心烦 男人呢 都是口是心非的动物 嘴上口口声声说爱了 那你为什么不肯为了我去死 刘燕 你的厚颜无耻 让我觉得恶心 你现在除了嘴硬 你还有什么 一无所有吧 好对了 你回来干什么 该不会是乞讨吧 也对 你现在啊 连吃饭的钱都没了 我倒是可以施舍你一下 但我有一个条件 贵心 给我们刘家 可三个想同 死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声 我亲手给你们的东西 也能亲手拿回来 拿回去 春货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啊 要不要我给你找个精神病院 把你送进去看看啊 把我给你们的东西还回来 或许我能给你们一条生命 操 给你脸了是吧 你现在就是一个没有利用价值的废 敢敢在我刘家面前这么嚣张 受死 你 烦了 烦了 你这个废人 居然还敢打人 你不烦你找死 来人 把他给我绑起来 那位就是李总 什么李总 现在就是一丧家之犬 听说都被卖到云北去了 也不知道怎么跑回来的 正常 公司没了 房子也没了 现在人看上去疯了 可不是嘛 现在刘总可是抱上了冯家的大腿 就算李不凡还是公司老板 也招惹不起冯家 更何况现在 一无所有 不 跟他们打老子 老子又废了他 小刘总 您放心 交给我 你要对我动手 李不凡 人应该有自知之明 现在的 不过是阴沟里的臭臭 上不了台面 你就应该乖乖的 躲在见不得光的地方狗活 而不是在这里 自量力的找死 不过 我倒是应该感谢你 如果不是你啊 我又怎么有机会 在刘总面前 陷呢 当年你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的时候 是我把你找到公司 借给你钱 一路提拔你到现在 那你人还怪好的呀 要不要 再帮我一把 让我踩着你的脑袋 换如同的青菜 果然是一只卫不说的白眼了 废话 跟我上 你 没有个废 滚出去 李不凡 你藏得挺深的 五年了我硬是不知道你会打架 不过那又怎样 这个事情 可不是能打就行 你信不信 我现在只要给冯少打一个电话 你下半辈子 可就要在监狱里 你大可以试试 你口中的那个冯少 能不能让我下半辈子 在监狱里动 好 既然你找我死 那我就成全你 姐 何必动用冯少的关系 我最近刚认识一个大老 交给我 你 是 姐 你可别小瞧我 我认识的那个大老是真大老 他可是地下最有名的皇帝 雷千诀 雷千诀 你怎么认识他的 动动一下姐夫的名号 好 反正这种小事 我也不想麻烦冯少 免得在他心中失分 那就交给你吧 是 小子 能打是吧 再这么打 能打得过雷千诀 雷千诀 怕了 晚了 我是怕 我是怕他见到我以后 会瑟瑟发抖 孙不凡 我看你真是去了趟云北 脑子被打坏了 雷先生那种层次的人 哪怕是现在的我 对他都要恭敬对待 何况是一无所有的你 一无所有 刘烟 你贪图荣华富贵 蛇蝎心肠算计 可你根本不知道 这世界上最大的富贵 就在你眼前 居然亲手葬送 最大的富贵 李不凡 你说的该不会是你自己吧 我看你真是脑子被打坏了 姐 跟这傻逼说这么多干什么 我这得给雷千诚打电话 谁啊 雷先生 是我 我姐夫是冯阳 冯阳的妹夫 想起来 什么事啊 李不凡的想回来了 来找公司麻烦 不凡 我不是找人帮你 把他卖去云本了吗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来的 这傻逼从云面回来 变得突然能打了 还说 你要见到他 就会在地上瑟瑟发抖 打得可气 一个窝囊废 竟敢如此地扣出狂言 看着他 老子到了 我让他知道一下 为什么这样 是 李先生 走 等死吧你 这小的到现在还这么嚣张 够了 我们刘家未来是要成为豪门的所在 身为豪门 要居其胃养其气 成天乍乍乎乎的成何体统 是 面对李不凡这种废 我们也需要让他知道 我们高不可攀 亏不可言 只要动动手指 粘死他就好 是 姐 没错 他和我们 根本都不是一个层面 和他动气 岂不是降低我们的档次 刘总说得对 小楼总 面对这种剩不了台面的货色 不知道您动气 好 倒就做的事等他 看他怎么死的 姐 那个大言不藏的废物在哪儿 哎呀我哎呀我 那个大言不藏的废物在哪儿 哎呀我哎呀我 雷先生 这儿 雷先生 我是刘燕 现在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刘小姐果然是容貌不凡的 怪不得能被冯绍看上 雷先生过奖了 刘小姐 李不凡那个废物在哪儿 妈 从陵北逃回来不乖乖地躲起来 你可还众刘小姐的麻烦 这就舒适 李不凡 雷先生当面 还不快过来 跪下来磕头受死 我敢跪 你问我哪敢受 废物 等雷先生命 你还敢这么大言不惭 雷先生 雷先生 废大了 让他追到口出狂言的下场 好大的口气 在这江北 确实由我雷某不敢招惹 但绝不包括你这个 被人谋夺家产 满群 废物 水硬是吧 那就 打断他的里头腿 我倒是要看看 五体是车里的子 一样 打断我的腿 你确定 废物 看来你不只是神经 还耳聋 雷先生说的话你没听清楚吗 那我再重复一遍 雷先生的意思是 要打断你的两条狗腿 看看是不是你的骨头 跟你的嘴一样 小刘总 依我看 这废物就是怕了 怕了 我看那都未必 庄称做事罢了 你看他现在 表面平静的 实际上 不进行腿软刀 站不起来咯 是 冷死吧你 现在怕了 晚了 你们俩没听见吗 雷先生说要打断他的狗腿 你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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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要试试 我的嘴硬还是骨头硬 动手吧 你怎么走死 敢这么给雷一说话 废了你 信不信 老子先闹你 笔先生 我真不知道是你啊 我要知道是你 我怎么敢来找您的麻烦 你大人不信小人过 您就在 再饶我一次 你大人不信小人过 您就在 再饶一次小人 饶了你 我哪敢饶了你 我还要求雷先生 不要打断我的双腿 雷先生 我这 你可交代 还认得 再打断我这双腿 雷 打 打 打 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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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先生 你还满意吗 如果不满意 我这双手 立刻飞掉 滚了 哎 谢谢 先生 谢谢雷先生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根本不知道你亲手推开的是什么 我亲手推开的是什么 李不凡 虽然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能让雷千诀如此委屈 但你不会以为你就此翻身了 你不会以为 我会后悔 跪在地上求你回来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你这辈子永远只能被我踩在脚下 我永远高高在上会不可能 而 永远只能得抱 三天 三天之后你就会清楚 到底谁该仰望谁了 何须三天 今天我就可以让你看清楚 究竟是谁仰望谁 你以为雷千诀很厉害吗 你以为让他畏惧 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摆出高高在上的紫本 真是可笑之奇 我告诉你 在真正的豪门世家眼里 他不过就是一个混混桶子 一个随手可以碾死的蝼蚁吧 让雷千诀畏惧 不算是 在我眼里 雷千诀畏惧 可能还比不上一张情节 知道这是什么情节吗 算了 你不可能知道 这张情节背后的层次 可是你永远都触碰不到 如果我接触不到 只能弄成层次太低了 你不烦 你还真是越来越不要脸 这张情节 在外面已经找到了一百万一张的价格 有价无市 估计你也没见过一百万一张的情节 这是第一次见吗 而我呢 可以随随便便地拿出十几张 看在你以往做我舔狗的份上啊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送你一张吧 让你也去见识一下 什么是顶层权贵 只是 不是 不是掌心 江姐 江灵 归谷 该不会是她吗 怎么 你不会想说 你认识江家大小姐吧 还真有可能 李不凡 你是不是得了失心疯啊 你就算是说大话也要讲点逻辑好吧 江家大小姐此前可一直都在国外 你曾认识她 而且 就你这样的份 也配认识江家大小姐 认识她很难吗 很难吗 你知道你手上的情节为什么会炒到一百万一张的价格 而且有价无市吗 那是因为江家大小姐是江家唯一的继承人 如果谁能得到她的青睐 那自此便可以一分尊敬 而我 今天晚上就可以在晚宴上 跟江家大小姐碰杯交谈 你知道 这是多少世家家主都羡慕不来的 所以呢 所以 我想告诉你 你以为你翻身了 其实在我眼里 什么都不是 就因为这张情景 什么 还不够 今天晚上我就会让你知道 你所引以为傲的资本在我面前是何等 你要去参加宴会 不然呢 哈哈 哈哈 就算我给你情节 你最起码也要穿一件像样的衣服吧 你穿得像个乞丐一样 就算我给你情节 你也进不去大门吧 首先我不需要你的情节 衣服呢 我就穿这一身 不过我要告诉你 今天晚上我会出现在宴会上 光芒万丈 让所有人都安等你 记住我说的话 三天 三天之内 把我给你们的东西全都还回来 否则 否则 女儿 这可怎么办呀 那个费 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现在变得好厉害的样子 妈 你放心吧 我现在可是冯绍的女朋友 冯绍可说了 今天晚上就会把我介绍给江家大小子 他虽然变厉害了 还能厉害的过江家不成 等过了今晚 咱们刘家便会一飞冲天 到时候 一根手指头都在那里 姐 她说 她也要去参加江家的晚宴 该不会真的可以进去吧 庄腔做事吧 没请柬还想参加宴会 真以为江家的宴会那么好见 也是 那个废物庄腔做事的样子 还真把我捂住了 回过神来 想反抚江家 还演呸 庄腔 龙神 江北江家今晚召开晚宴 送来请柬 想邀请龙神大人参加 朱雀不敢私自决定 还请龙神大人示下 是否今晚前去参加晚宴 请柬 还分不同的颜色 禀龙神 江家今晚的晚宴 请柬分为红色金色与紫金色 红色乃是普通情谨 面向的是江家一些 无族轻重的合作伙伴 而金色情谨是贵宾情谨 面向的是江家一些 重要合作伙伴 或江北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这紫金情谨 是至尊情谨 专为您一人而设 江家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 龙神大人的身份 除了我们没人知道 只是 属下带着龙卫 如此大张旗鼓前来江北 整个大厦都已经猜到 您在江北了 大厦二十三裕 六百余位城主 三千五百多位豪门家主 都拜托沈龙殿 向龙神大人表示问候之意 想亲自来当面拜见 让他们那儿凉快 哪儿待着去 小小的江北 他们都要来 是要把这江北闹翻天不成 遵令 等一下 请柬留下吧 是否通知江家举足相迎 不用 一定要一个人前去就行 你先去忙吧 是 朱雀告退 李富凡 孤儿 在外面打拼了二十多年 好不容易攒下点积蓄 没想到被女朋友全骗光了 还卖去了云北 见过窝囊的 没见过你这么窝囊的 所以呢 你说这些想要证明什么 证明什么 我就想证明 像你这样的窝囊废 就应该一辈子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不要企图妄想 攀高枝变凤 小子 你认清自己是什么货色 有些人 是你这辈子攀附不了的 攀附 我李不凡不用攀附任何 这简直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笑的笑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 如果没猜错的话 马上就无家可归了 流落街头了吧 这个不劳你得行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死鸭的嘴硬 你小子虽然脑子不太好使 不过运气倒是蛮好的 既然被你救了我堂姐 怕让我来给你送一份请柬 参加今天晚上江家的宴会 果然是他 装什么装 我不信你不知道我堂姐的身份 小子 你想要这张请柬吗 你一定非常想要 因为这张金色请柬 是你土鸡变凤凰的机会 想要吗 跪下求我 你的请柬 我不需要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张金色请柬 已经在外面炒到了一千万 你不要 我去参加宴会 何须你的请柬 照你的意思说 你还有其他请柬 没错 不过我要是参加 也不需要请柬 只要一句话 整个江家就会满足相迎 我呸 就你 让整个江家满足相迎 我看你是一趟云北 脑子被门夹了吧 你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 不过你不去倒是也好 免得拉低我整个江家的宴会档子 算你以自知之明 我想你是没明白我说的话 我的意思是 我不需要你的情节 但是江家的晚宴 我也能够参加 不自量力的叫 今天晚上 你要是能参加江家的宴会 我就跪下来给你叫爷爷 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几年 最终却落了一个 无家可归的下场 不过也好 没有任何牵绊 就可以毫无留恋地离开 去履行属于我的责任了 大夏龙神 当真是好沉重的担子 终于找到你了 我来向你道歉 对不起 向我道歉 是我考虑不周 才让江明妃来给你送请柬 她这个人一向目中无人 一定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 才让你不愿意接受请柬的吧 我来向你道歉 你别生气好不好 没生气 也没那么小气 对于那种人也没必要 你没生气那真是太好了 那 请柬给你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参加江家晚宴 就像你那位堂弟所说 我去参加你们的宴会 只会拉低了宴会的档次 胡说 今天晚上所有人在一起 都没有你重要 都没有我重要 没错 为什么 身为江家大小姐 应该已经调查过了 我在你们眼中 不过是一个愚蠢的废物 胡说 这怎么可能啊 他们觉得你愚蠢 可我认为你是真诚啊 而且 在这浮躁的社会中 你的这种品质 多么难得啊 他们觉得你是废物 可我偏要你一飞冲天贵不可言 所以 不要拒绝我好吗 给我一次机会 今天晚上 我一定会让你光芒万丈 光芒万丈 对 我要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 都仰望你 后悔他们所做的一切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就因为我之前救了你 这还不够吗 你把我从绝望的深渊里拉出来 我就算对你再好 那也是应该的呀 应该的 我曾经也和你一样 把一家人 从绝望的深渊中拉了上来 可如今在他们眼里 我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废物 他们会后悔的 我发誓 没错 他们会后悔的 那这么说 你答应接受我的勤俭了 今天的宴会我会去 但是 勤俭就不用 你不拿勤俭你怎么进去啊 江家晚宴很严格的 你混不进去的 勤俭给你 一定要记得来 好吧 今天来参加宴会的 都是江北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待会儿你把眼睛擦亮住 多谈几个大生意 以后 公司的总经理不就是你 是 我一定不辜负 刘总的栽培 这不是刘总 你怎么也这么走 不见逢赵啊 吴总好啊 往上有点事 估计会晚些才到 来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 往后还要吴总多多提醒 吴老板好 吴老板好 刘总啊 要说你真是年少有为 这年纪轻轻 就造就了 市值千万的公司 将来一定是前途无量啊 吴总扩奖了 对了 吴总 你最近 有没有听到那个传闻 你是说 关于那位神秘大人物的消息 对 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很可能是真的 我听闻 今日的宴会厅内 有一座紫巾王座 专门为那大人物而见 竟然是真的 能让江架如此八戒 真不知道 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辈子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但传闻中 这个神秘人物 背景可通天啊 该不会是神都的 哪个豪门吧 很有可能 如果我要是被这个大人物看上了 该有多好啊 你废物东西 你还真敢来啊 你废物东西 你还真敢来啊 我为什么不敢来 够了 李不凡 你来这儿干嘛 你该不会是来这儿要饭吗 你不会真以为 你能进得了这宴会厅的大门 我能不能进去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小子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你自己看看四周 来往的人哪个不是西装阁里 跪起逼人 再看看你 一身破烂 这等货子 也配来江家晚宴 你还真是一条好狗 什么意思 这么护主 当然是好狗 你 李不凡 这里不是你能胡闹的地方 知道 你最近没钱吃饭 没地方住 这点钱你先拿着 以后别再来救什么 刘总 怎么回事 他呀 是我之前那个前男友 好吃懒做 之前一直靠我养着他 后来啊 我受不了他不思进去 跟他分手 这没了收入之后啊 一直来纠缠我 我也给过他几次钱 每次挥霍一空之后 还来找我 我真是受不了 刘总 我说你是不是太善良 这种垃圾跟他客气什么 你把他交给我 我把他腿打断 扔出江北 怎么样 算了 吴总 毕竟曾经是男女朋友 李不凡 你快走吧 这里啊 不是你能待的地方 小子 听见了吗 滚呐 再要我知道你纠缠刘总 我把你腿打断 行了 李勞总 我们走 嘿 赶快滚 听到吗 还江家晚 你也配 看着这小子 让他混进 啊 滚 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他们能进 为什么我不能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他们有情节的 你有吗 什么档子跟别人比 你说的是这个 你 这次情节 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吗 你请 你请 你大人大人 别和我一般见傻 我 我 走 刘总 看来传言是真的 今天晚上 真的有一位大人物 要降临江家晚宴的现场 是啊 就是不知道 我有没有机会 跟这位大人物说上话呀 大人物 就是不知道是男是女 说过是男的 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 哎 那个废物怎么来了 他怎么能进来 这还用说 还要不是打着 刘总你的名号 刘总 我知道你这个人 重情重义 但是面对这种 痴软怕硬的祸子 你可真不能中二 你看到没 他今天可是打着 是你的名号进来的 一旦他出现什么问题 都已算在你的头上 你说得对 看来真的不能再心软了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是啊 我就是来参加个宴会 你在我前面挡着干嘛 参加宴会 你也配 今天有多少大人物在这儿 他们只要动动手指 就你碾死了 你别给我找麻烦 你现在一直纠缠 我不放不就是为了钱 钱我给你 但是 前提是你得先离开 我要重申一下 不是你给我钱 是那些钱本身就是我 哈哈 哎呀 你的钱 你一个吃软饭的废物 恨复在刘总身边的 吸血鬼 你能有什么借 哦 你不会是想说 刘总名下的公司 都是你创建的吗 不行吗 哎呦 呵呵呵 不行吗 我拜托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 分明就是一个 闯入上流社会的乞丐 创建公司 你也配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乞丐怎么换进来了 姜姜的安保怎么做的 怎么让这么一个乞丐 换起来恶心人呢 就是 就是 晚安 晚安哪 快把人赶出去 把人留着干嘛 我拉低宴会的档子 各位 对不起 这个人是我的朋友 用我的名号换了进来 我现在马上让他离开 什么朋友 刘总 不妨就把话说明白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这小子 是刘总的前男友 就是一个窝囊废 一个心血味 一个乞丐 这刘总受不了他 就跟他分了手 三天两头的 就问刘总要钱 怎么 什么 现在甚至打着刘总的名号 混进了江家的宴会厅 好 这么不要脸 恶心 下风男 这种男的就该去死 老子 怎么有脸 继续搭在这里 滚出去 就是滚出去 滚出去 你不烦 我求求你了 你放过我 这卡里的钱 是我现在能用的 所有流动资金 都给你 刘总还真善良啊 怎么就找了这么一个 吸血鬼欠男友 我倒想看看 这男的 有没有脸去接那张卡 我打赌 他肯定会接 这种软饭男啊 为了钱 不择手段 脸脸算什么 解释 真气人员 刘月 你不去做演员 真的太可惜了 我不乏 你可以诬蔑我 你可以诋毁我 我认了 但是今天的这种场合 真的别再闹了 我求你了 走吧 这小子真不是好歹 就是 看他那架势 还想说刘总污蔑 污蔑他 佩佩 刘总是知名企业家 甭上朋友 他什么东西 你把刘总污蔑他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找人废了你 吴总 别这样 李不凡 你赶紧离开这儿吧 这儿的人 你惹不起 别给自己上网子 刘总还真是人美心善啊 对这么个废物 都这么有耐心 就是 刘总心要狠一点 早就把这个废物的四肢打断 丢出江北去了 废物东西还不能等什么 等死吗 李不凡 卡给你 密码你是知道的 拿着的 肯定走 走 我为什么要走 小子 既然你这么不是好歹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来人 给我废了这个小子 怎么回事 吵吵闹闹 成何提的 怎么 有人欺负你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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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总 你还比他遮掩什么 冯少 就是这小子 刘总跟他分手以后 一直是死尘烂打的 问刘总要钱 现如今 他还打着刘总的名号 混进了雁卉厅 你就是 燕子口中那个软饭男吧 说吧 你要多少钱才肯 不再纠缠燕子 你就那么确信 他说的是对的 我不信他 难道还信你不成 说个数 我不要钱 我要他把我之前给他的 全部还回 你是说 燕子名下的公司和房产 小子 之前燕子跟我说过 你会颠倒黑白 但没想到 你心这么黑 你知道吗 本少爷很少跟人好生好气 商量 现在跟你讲 是给你脸 本少爷给你脸 你得要 你知道吗 放手 小子 我给你脸是吧 我叫你放手 脸不是别人给的 脸是自己正的 冯少 冯少 你 小子 你敢打冯少 你招死 这小子好大的胆子 冯少少都敢打 他完了 这次天王老大大的也救不了他 冯少 你没事吧 没事 宝安 宝安 不用 算了 冯少 他 今天 是江家大小姐 回国的日子 不宝 故意在这里 闹出太大的动静 小子 你 我现在就废了你 好了 不 不 他可是对你动手了呀 无妨 已经 我还抢了他女朋友呢 呵呵呵呵呵 那倒是 不过话也不能这么说 这 这刘总 和您才是天作地合的一对 就这穷孙男 他哪配得上刘总啊 确实 这废物配不上刘总 不过 冯少当成是大奴 要换成我 我肯定也废了这小子 看你这架势 今天是不打算 从这宴会厅走出去了 我本就是来参加宴会 为什么要走 还想这宴会呢 你也配 够了 看在你是燕子 曾经男朋友的份上 我给你一个惊 给我跪下道歉 我可以考虑 用我的金色情节 让你留下来 我们都是红色情节 冯少竟然是金色情节 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 能和冯少相比 金色情节 可以带人进入宴会厅 据说外面 已经吵到了一条万一张了 据说 江家发出的金色情节 一共才不到十张 冯少不会是冯少 竟然有一张 我想你也听到了 我的金色情节 可以带人进入宴会厅 我可以把这个名额给你 否则 你混进这江家晚宴 让人追究起来 你可是要有大麻烦的 听到没 冯少这可是大发善心呢 你还不赶紧谢冯少 你不烦 冯少给你认识上层社会的机会 还不快给冯少道歉 道歉 你也配 罢了 既然他不识好歹 让保安把他赶出去 保安 人呢 这是 这小子没情节 什么混音也会听的 把他扔出去 谁说我没有情节 这 金色情节 金色情节 你怎么会有金色情节 这怎么可能呢 他怎么会有金色情节 小子 你从哪儿来的金色情节 你可以有金色情节 我就不能有吗 就你 闭嘴 就你这样子 你也太跟冯少比 要我看 你这金色情节 伪造的吗 没错 你的情节肯定是伪造的 不然你怎么可能会有金色情节 先生 请将情节交给我们查验 先生 你的情节是真的 很抱歉打扰到你了 走 小子 你这情节是从哪儿偷来的吧 偷来的 就不能是江家送的吗 就你 李不凡 你少在那儿装不作样 你是什么货色 我还能不了解 我告诉你 但凡收到江家金色情节 每一个都有权有势 不是你可以惹得起的 现在 你赶紧把情节还回去 说不定还能有往过的余地 别等着人家找上门 有你后悔的事 就是 别看你现在拿着这个金色情节 在这儿耀母扬威 我是为你好 你别等一下 这个情节真正的主人过来了 你又哭爹喊娘的求饶啊 真是人以类聚啊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们都一样 狗眼看人低 小子 你找死 那你倒动我一下试试 小子啊 你找死 冯尚 冷静一下 他现在手里有情节 我们在江家不敢动手 等过了今晚 我们要他好看 你说的对 我倒要看看 你拿着偷来的情节 能逍遥到什么时候 老方 是哪个不开眼的得罪你了 江少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等会儿好好喝两杯 今天门口的安保是怎么回事 怎么把这种混吃混合的乞丐放进来 江少 他可不是混进来的 他有你们江家的金色情节 金色情节 江家负责发放情节的人是我 我怎么不知道 有你这么一好人吗 哼 我就说嘛 这江家的情节 就这小子 他怎么有资格拥有啊 你不烦啊 这情节果然是你偷来的 老实交代吧 究竟是偷了哪位大人物的情节 若现在还回去 然后跪在地上磕头道歉 说不准 还能保证你一条命 偷来的 你确定啊 难不成 还是我江家主动邀请你来的 你配吗 我不配 当然不配了 一个生活在阴沟里的臭臭 有什么资格进入江家的宴会大厅 你还真是可笑至极啊 可笑的人是你吧 小子 我知道你的勤俭是真的 是我堂姐亲手送给你 不过那又怎样 像你生活在这种社会底层的垃圾 有什么资格攀上我们豪门一飞冲天 我知道你已经很愤怒了 那又怎样 这就是你的命 来人 把这种不知死活的东西拉出去 你不是刚才很嚣张吗 你再嚣张一个给我看看 这废物终于要被制裁了 赶快打到腿扔出去 看到他就感到可可惜 家绍 留他一条命 我还要出一出我心头的恶气 好啊 李不凡 你昨天不是跟我说 今天要光芒万丈到所有人都暗暖无光吗 你就是这么光芒万丈的 也是 你确实赢得了所有人的无光 可是 你就是一个笑容 笑容 好 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我是如何光芒万丈 你 姜 他怎么坐上去了 他怎么坐上去了 废物东西 这是姜家留给大人物的位置 你也敢坐 你是不是想找死啊 这废物 这条面估计保不住了 便宜他了 李不凡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你怎么敢坐上紫金王座 我为何不敢坐 你知不知道 这紫金王座 可是姜家特意为一位大人物准备 你有什么资格 我想 在座的所有人 没有人比我更有名 笑 你一个简简简的垃圾 还敢在这儿大放学词 我竟然要了你的命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 这谁敢 这位 就是姜家的掌上明珠 姜灵姜大小姐 姜小姐竟然长这么样 只要是娶她 岂不是人才两者 姜小姐 我叫冯阳 您六岁的时候 您在姜家见过 不知道您还有印象吗 姜小姐 这个人不知道 从哪儿偷来了金色情景 混进了宴会厅 不过您放心 我待会儿就让她消失 你要让她消失 没错 姜小姐放心 从今天开始 她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 你是怎么有勇气说出 让我江灵的救命恩人 消失的这种话 什么 救命恩人 她是姜大小姐 你的救命恩人 姜小姐 您是不是误会了 据我所知 她就是一个 不悬无术的 吃软饭的 她怎么可能是 您的救命恩人 你的意思是说 我连谁是我的救命恩人 都分不清了吗 不 您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说 她这么一个废物 废物 不怕您笑好 她是我女朋友的前男友 要不是我女朋友养着她 她早就流落街头 饿死了 是真的吗 真的 江大小姐 我这个人重情重义 如果不是她好吃懒做 不思进去 我也不会跟她分手 江大小姐 你最好也要小心一点 千万别被她缠上 否则 她以后一定会向你不断 作出钱 可笑至极 重情重义 当初你上不起学 是李不凡资助你的吧 你弟弟的赌债 还有你妈妈看病的钱 也都是李不凡给人 就连你的公司也是李不凡给你的 你得到了她的一切 却一脚把她踢开 甚至还把她卖到了云北 重情重义 你是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 这么坏 别人的钱 还把人家公司拿 刘燕 她说的是真的吗 这不是真的 她胡说 她胡说 你的意思是 我在抹黑你 你 抹黑你 你所做的一切 自以为做的赢 但在我眼里 不过是一些小把戏法 现实 我让你听我解释 闭嘴 你把老子的脸都丢尽了 江小姐 是我识人不明 我之前被这个蛇蟹女人 给迷了心智 从今天开始 跟她划清界限 你要不要和她划清界限 你要不要和她划清界限 你我无论 唐姐 唐姐 我是为你好 像她这样的人 你不应该跟她产生关系 为我好 向明飞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打了什么主意 告诉你 只要有我在 就别想分到江家的一分一毫彩 唐姐 你误会了 你被转集到云北的事 我真的不知道 闭嘴 我不想听你解释 但我也警告了 如果以后 你再敢插手我的屎 别怪我对你的客气 现在滚出去 江少爷 平时挺威风的 在江少爷面前竟然这么卑微 你懂什么 听说江少爷的父亲 是江老爷的收养 江灵小姐 那是江家唯一的合法继承 此前威风 只不过是山中无老虎 猴子沉坡 原来是这样 怎么 不服气吗 不服气你也给我忍着 唐姐你说的对 可即便她是你的救命恩人 那也没资格坐在紫禁王座上吧 毕竟那位置是为谁而设的 你应该十分清楚 这些会还没开始 坐一下怎么了 为那位大人物而设的王座 他一个非 一个普通人敢坐上去 就是对内卫的不敬 我想 唐姐还是想一下 该如何向家族的长辈交代她 不用你管 你怎么坐这儿了 快跟我下去 这不是你能坐的地方 这个地方挺舒服的 我去坐这儿了 别胡闹 这是给一个大人物准备的 你先跟我下去好不好 坐习惯了 不想动 你 我知道 你被女朋友背叛了 你心里会很不舒服 想要光芒万丈 想要让那些对不起你的人 都会后悔去 我会让你光芒万丈的 只是不是现在 你先跟我下去好不好 求你了 下去 这个位置 就是专门为我存在 为你而存在 简直是可笑至极 小子 我不妨告诉你 这紫金王座 是专门为了大夏龙神准备的 大夏龙神这四个字代表着什么 你知道吗 大夏龙神 传说中大夏守护神大夏龙神 再次出事了 传闻中 哪怕是大夏国主 面对那位龙神大人 都要俯首弯腰 此等人物 竟是要降临江北 参加江家晚宴 龙神降临江北 这是 江北各大家族的无上荣敬啊 若有人 能得龙神的青睐 那可是 一飞冲天 未不可言啊 龙神降临江北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大夏龙神 如果我要是成为龙神的女人 那李不凡和将近 算不了什么 现在 你告诉我 你还有什么底气 坐在这紫禁王座上 你先不要闹了 先跟我下去好不好 为什么没有 唐姐 我不得不佩服你这救命恩人 简直胆大包天 龙神的位置都敢坐 这事我会解决 不用你管 你怎么处理 继续好言相劝 这个不知死活的脑残 唐姐你可别忘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 龙神降临 世光我江家心衰 容不得唐姐 你在这儿胡闹 如果你没办法处理 正好有我的方式来处理 你 给我三分钟 既然唐姐你这么说了 我必须得给你面子 请便 飞 我会帮你夺回公司 让你把刘燕和冯阳都踩在脚下 你先跟我下去好不好 我的东西我要自己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帮你 只要我能做得到 你先跟我下去吧 江小姐 这个位置真的是为我准备的 李不凡 你够了 我们家小姐真心实意对你 要求你来参加江家晚宴 准备把你捧成江北新贵 你就是这么回报她的 你偏要给她添麻烦不可吗 就是 这小子真以为是江小姐的救命恩人 就可以在这儿为所欲为 本来啊 她救了江家大小姐 未来前途一片光明 可现在看来啊 这么脑残 离死不远了 还不快下来 还在等什么呢 你们都觉得我没有资格坐在这儿 妈 你是不是要说 你就是龙神大人 没错 我就是大夏龙神 笑话 简直可笑至极 大夏龙神 你也累 李不凡 你给我滚下来 别在这儿继续添乱了 唐姐 既然你拿她已经没有办法了 那我就用我的方式 把她给我扔出去 你们江家把请柬送到我手 现在又要把我扔出去 这就是你们江家的代客之道 要怪 就怪你坐到了不该坐的位置 那我都想问问 这张请柬 我应该坐在什么位置 啊 这小子 还提前伪造了请柬 就是 紫金请柬我都没见过 更何况是你 你一定是知道了江家会提前发放紫金请柬 所以你伪造了一个人 不过敢在江家这里伪造请柬 你小子算是班门弄服 不自量力吧 李不凡 你非要害死我们家小姐不可吗 江少爷 小姐心软 还请你赶快解决这个人吧 江少爷 你要解决我 你 你怎么会有紫金请柬 这不是你们江家送到我手上 李不凡 你别搞笑了行吗 伪造请柬 你还真把自己当龙神了 就是 一个漂亮小丑 都给我闭嘴 江明飞拜见龙神大人 江少 他真是龙神 什么 龙神 现在 我有资格坐在这了 是我该死 是我不对 就龙神大人原谅 你 你是龙神 我说了 这个位置 就是为我而存在 他竟然就是龙神 龙神大人 竟然如此年轻 这可是站在大厦最巅峰的人物啊 我有生之年 尽有幸 能见到真的人物一面 他是龙神 我干到底做了什么 我在对龙神大人大吼大叫 不 不可能 他不可能是龙神 一定是江家人搞错了 他不过是一个被我耍得团团战的孤儿罢了 这样的蠢货他怎么可能是龙神 放肆 降着那此今勤俭 乃为特质 送勤俭之人 去亲自送到龙神大人 手下龙卫手中 先生是龙神的身份 毋庸置疑 你这是蛇邪毒妇 敢在这里置疑龙神的身份 他不可能是龙神 贱人 来人 把这个人给我拉下去 等等 我也认为他不是龙神 不要你搞什么你想死啊 江少 你反应太激烈了 他根本就不是龙神 我可以证明 可是他有子敬勤俭 我见过子敬勤俭 这怎么可能造假 有勤俭怎么了 有勤俭就一定是龙神吗 江少你有没有想过 对于龙神这种人物而言 江北算什么 江北算什么 江北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 所有世家豪们加起来 在龙神面前 也不过是一个蝼蚁罢 所以江少女为什么会觉得 龙神大人一定会来参加你江家的晚宴呢 什么 没错 这江家虽然是江北第一豪门 但是对于龙神大人来说 这根本不算什么 所以我怀疑 这情景 根本就没有送到龙神大人面前 而是被直接扔在了垃圾团 而这小子 不过是凑巧 捡到了清景吧 是不是啊 他肯定是冒充过来的 我可以证明 我跟他在一起亲密 我都不知道他是龙神 而且 如果他是龙神的话 怎么可能会被我卖到云 万一他真是龙神 江少 你无需担心 我见过龙神大人 虽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 但他的身姿 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那当真是绝代风华 举世无双呢 你再看看他 一身破烂 浑身散发着底层平民的恶臭气息 怎么能和龙神大人相提并恶 你见过真正的龙神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不妨告诉江少 我有一个亲戚 乃是守护龙神大人的龙卫 正是他的待遇 我才得以见到龙神大人的天影 你说是就是了 我认为 你再撒会儿 我可以证明 各位 请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黑龙令 这是护龙殿龙卫身份的象征 你真的见过龙神大人 皇上威武啊 龙卫的信物你都有啊 幸好冯少之前见过真正的龙神大人 要不然我们还真被这个废物给骗了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你说你见过龙神 可我怎么没见过你 死到临头了还嘴硬 冯少 此人冒充龙神大人罪大恶极 你应该立即将他拿下 交由我转交给护龙殿的龙卫审判 废了 废物东西 差点被你给害死 来人 拿下 我看谁敢 江颖 你可知道他热下了多大的货 现在还要保他 你想要整个江家给他陪葬吗 小剑 他冒充龙神 没人能救得了他 快放弃他吧 否则整个江家都会被连累的 今天只要有我在 就没人动得了他 好大的口气 好大的口气 我今天偏要动他 看你能如何 你是谁 果然是乡下来的爆发户 连我都不认识 自我介绍一下 夏无忧大夏公主 也是龙神未来的老婆 什么 她竟然是大夏公主 大夏公主 这可是大夏最顶尖的贵族 此等人物一句话 就可以作为我们长龙城奉了 刚当大夏公主 为什么会来江北这种小地方啊 废话 那当然是为了龙神大人而来 也是 虽然大夏公主身份尊贵 可面对龙神 要不是弯腰啊 这小子 居然冒充龙神大人 刚好撞在了大夏公主的头上 这下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你 老婆 我怎么不知道 什么时候有你这一号老婆呀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敢冒充龙神 李不凡 公主殿下当前 你还敢放肆 还不跪下认错 没错 你赶紧跪下 给公主殿下认错 冒充 这位公主殿下 你自称是我老婆 可怎么却不认识我 放肆 你一个贱民也敢冒充龙神 羞辱我 来人 给我打断他的四肢 割掉他的舌头 公主殿下 他没见过什么世面 不懂事 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还请公主殿下 您大人有大量 放他一马 你让我放过他 还请公主殿下 网开一面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跟我提条件 公主殿下 滚开 否则我今日让你江家 满门尽灭 佳玲 你自己找死 不要带上江家 小剑 您对他已经人之一尽了 可他自己找死 怪不得您 您不能再被他连累了 您快跑 跑啊 好 本公主要废的人 给他一双翅膀 也废不出我的手掌心 看来 你们都不愿意相信 我就是龙神 死到临头了 你还在嘴里 满门 今天差一点 就让你翻身了 不过太可惜了 你太蠢了 既然冒充龙神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 配不配 不自量力的废物 不过啊 我还真要谢谢 经过这次 我在江家的地位 将大幅提升 继承人的位置 我也不是不可以 既然如此 朱切何在 在 龙卫出去 拜见龙神 龙卫 怎么可能 难道你真是龙神 如你所见 你不是说 你见过龙神 我 来人 传我号令 冯家黄阳 对龙神大人不敬 其罪当诛 冯家当灭 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饶命啊 我明白了 公主殿下 她是假的 她是冒充的 这就是李不凡的阴谋 公主殿下 不能被她蒙蔽啊 放肆 这位朱雀小姐 身穿龙卫统领服装 岂由你污蔑 我信 我不信她是龙卫统领 你说 你是龙卫统领 你有什么证据 你有黑龙令吗 黑龙令 黑龙令 是龙卫身份的项目 你连黑龙令都不知道 你就敢冒充龙卫统领 公主殿下 她是假的 这位朱雀小姐 不知可否出示一下黑龙令 我不需要那玩意 照说 你没有黑龙令 三十万龙卫中 我的脸就是最好的脸 何须黑龙令 可笑 还从未听说过 身为龙卫 没有黑龙令 那是你见识太过浅薄 好 好大的胆子 敢说本公主见识浅薄 你们两个 一人冒充龙神 一人冒充龙卫统领 真是胆大包天 最该万死 来人 给我拿下 给我拿下 我看谁敢对龙卫大耳不敬 小姑娘 这小子给你多少钱 能让你舍命陪他演戏 找死 我看招死的人是你 拿下 谁敢阻拦 格杀勿论 上 还敢反抗 立刻通知将被城主 让他调遣陈卫君 将这两人镇压 好的 公主殿下放心 现在就去联系城主大人 李不凡 你快跑吧 陈卫君就要来了 我为什么要跑 你死脑筋吗 你长得这个人 虽然身手不错 但跟陈卫君比 那可是差得不止一点 等陈卫君一来 你就死定了 你就这么不相信 我就是龙神 我信 我信行吧 我的龙神大人 你先走吧 好不好 既然相信 又何必惊慌了 放心 天塌不下来 死到临头了 还大言不惨 冒充龙神 恶罪公主 你一百条面 都不够赎罪的 疾病龙神 龙卫来信 陈卫君一动 正朝着江北大酒店而来 意图对龙神大人不利 请龙神大人施下 是否调用三十万龙卫前来评菜 哈哈哈哈 三十万龙卫 你笑死了 小姑娘 你入戏太深了吧 还真是敬业啊 演的还真像 看来你们还是不行 别说三十万龙卫 你就是能叫来一个龙卫 我就跪下来叫你爷爷 你能叫的来吗 脑餐玩意儿 放肆 请龙神大人授权 允许我率龙卫 踏平逢驾 罢了 江北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我不想闹出太大动静 是 真像啊 这场闹剧该结束了 通知江北城主 让他把城卫军撤回吧 另外 查一查那张黑龙岭 是从哪来的 传唤那个龙卫前 我要他背后之人亲口告诉他 我是不是龙神 分量 好大的口气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真的是龙神 还有背后的人来亲口告诉我 啊 我告诉你 我堂哥真的来了 吓破你们的狗胆 够了 不想再听这个小丑 继续在这里剥造 通知陈卫军 速度快点 好 公主殿下放心 我现在打电话去催 还愣着干什么 陈卫军到哪了 陈 陈卫军 真的 他真的可以调动陈卫军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啊 没什么不可能的 是我考虑不周了 龙神君临江北 陈卫军岂敢妄动 江北城主有所顾忌 撤回城卫军 也情有可原 原来是这样 公主殿下放心 冯家愿为公主殿下效力 江家护卫何在 我江家也愿为公主殿下效力 江家护卫何在 冯家护卫在 江家护卫到 你们两家 很好 江明妃你给我闭嘴 有我在 江家护卫是你能调动的了吗 江灵 你以为我叫你一声解 还真把自己当成个东西了 你我同生于江家 凭什么我就低你一等 就因为我父亲是被收养的 我就要对你低三下子 毕恭毕敬 凭什么 我哪里不容易 幸好你自己作死 帮了这么一个废 险险将我们整个江家 拉入深渊 而我 却得到了公主殿下的青睐 可能整个江家的救世主 从今以后 你以为 你还能高我一头吗 你个贱人 你放肆 放肆 江灵啊 你给我等着 等我掌管的江家大权 我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真正的放肆 好 好一出夺权大戏 既然你这么失去 那本公主帮你掌管江家又如何 多谢公主大人 还愣着干嘛 快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拿下来 冯家护卫一起上 拿下他们 你们敢 想动他先动我 还愣着干嘛 没听见江大小姐的话吗 把他给我一起拿下 你敢 有何不回 公主殿下为我撑腰我怕什么 大小姐 如果你还不让开的话 我只能对不住你了 让开吧 可是 相信我 没事的 小子 乖乖束手就擒 你还能少说得对 懂手吧 笑话 即使你找的这个演员很能打 但他能打得过这么多人不成 能不能打过 试试不就知道了 不自量力 拿下刀 对龙神大人不敬 对龙魏统领出手 你们好大的胆子 哎呀就是啊 这怎么这样啊 相貌清诚 气质非凡 这是谁家的豪门大小姐呀 气得豪门大小姐 没听到他说 这个李不凡是龙神吗 这肯定是李不凡找来的演员了 妈的 这废物厌福不浅 身边哪来这么多漂亮的人 等我收拾了他 一定要把他身边的这些女人 全部搞过来 好好玩一玩 你们愣着干什么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阿猫阿狗 也能把你们给吓着啊 动手 阿猫阿狗 阿猫阿狗 当真是好大的口气 我赵思怡身为京都赵家大小姐 还是第一次被人称呼我为阿猫阿狗 京都赵家 好熟悉的名字 赵家 哪个赵家 你说那个赵家 称呼我为阿猫阿狗 你问问那后台下无忧 敢不敢这么叫 京都赵家 难道是 大侠第一豪门赵家 赵家 传闻中 可是和大侠皇室比见的豪门世家 赵家大小姐 赵家大小姐 完了完了 我刚才都说了些什么话呀 赵小姐饶命啊 饶命啊 刚才是我嘴气 我该死 我该死 赵小姐饶命 是我嘴气 够了 赵司仪 你来江北做什么 怎么 只允许你来江北 不许我来了 我不管你来干什么 最终 我们谁能获得龙神的青睐 各凭本事 但你为什么要来这儿 找我的麻烦 自己没看好你的狗 惨到在这儿怪我 更何况 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的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找你麻烦 而是 赵家赵司仪 拜见龙神大人 龙神 赵家大小姐也认为她是龙神 难不成 可真是龙神不成 这 赵司仪不敢 对我而言龙神大人 您身姿伟岸 风姿绝世 区区外物 又怎能掩盖您的光辉 也就只有一些蜀木寸光 苟眼看人低的俗人 才会认不出您来 哈哈哈哈 好一个蜀木寸光啊 好一个狗眼看人低 赵司仪你长死了 那我倒是想看看 你要让我怎么死 你给我等着 等我成为了龙神夫人 你们赵家的命运 我可一言而直 到时候 看你怎么跪倒在我的脚下 龙神夫人 那你这辈子恐怕都没这希望 笑话 我堂堂大下公主 普天之下除了我 还有谁能配得上龙神大人 还是说 你认为这么一个祸死 就是龙神 龙神当前不容置疑 赵司仪你真可笑 竟把一个骗子当龙神 我反倒觉得你很可笑 真神当前而不自知 反倒如同小丑一般在这蹦 可笑至极 他亲眼见过龙神 你问问他 龙神到底长什么样 究竟是不是这个小子 哦 你见过真正的龙神 呃 我 说 难道 你在骗我 呃 不敢不敢 我确实远远的见过龙神 我敢确定 李不凡 他不是龙神 听到了吗 赵司仪 他就是一个骗子 把骗子当成龙神 要是传回了京都 怕不是要成为别人的笑饼吧 究竟谁才是笑饼 到时候你会知道 赵司仪 事实摆在眼前 你怎么就不肯相信 方阳那堂哥 可是龙卫 他说的话 一定是真龙卫 那你可知 他是 他 一个骗子吧 骗子 下午用 他可是大下龙卫统帅朱雀 朱雀 当年我曾有幸跟随家父见过他一遍 不可能 他要是龙卫统帅 怎么可能连黑龙令都没有 黑龙令 那只不过是龙卫身份的证明 身为龙卫统帅何须不明 赵司仪 你少在那胡言乱语 依我看 你就是刻意误导我 让我把这个骗子当成龙神 而你 就可以趁机去找真正的龙神 我才不会上你的当 我没你那么无聊 别费劲 你骗不到我 你问问他们 他们谁不知道 这个骗子的真实背景 没错 他就是一个乡巴佬 您千万别被他给骗了 大小姐 我可以把他所有的资料都发给您 您只要看一眼 您就知道 这种货色他不可能是龙神 我可以作证 我跟他恋爱七年 对他十分了解 他不过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野主爸 靠着运气好开了一家公司 他为人极其愚蠢 我不过就三言两语 就骗得他把所有财产都转移到我的书 我还把他卖去了云本市 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回来的 但这么愚蠢的野种 他怎么可能会是龙神 公主殿下 我这里还有他之前给我当田狗 甚至对我言听计从的视频 如果您需要 我可以当众给您放出来 好 你很不错 以后跟在我身边好了 多谢公主殿下 听到了吗赵思怡 这就是你眼中的龙神 不过是小丑罢了 树木寸光的蛇蝎女人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究竟错过了什么 赵小姐 我十分清楚我错过了什么 我不过是错过了一个一无是处的蠢货吧 而现在我得到了公主殿下的青睐 而未来的我 必将一飞冲天 没错 我会得到龙神的青睐 跟着我的人都会一飞冲天 而赵思怡你 只会在我脚下当一条母狗 可笑 赵思怡 你现在回头 跟我把这个骗子抓到龙神面前处置 还来得及 你现在跪在龙神大人面前认错 也还来得及 赵思怡 看来你是要跟我作对到底 护龙殿已昭告天下 两天后 将在江北举办生龙宴 届时龙神将会清零宴会 到那时 我看你怎么跟龙神大人交代 小子 这次算你走运 但两天后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还有你们江家 等着我的雷霆之怒吧 漂亮小丑 走 这小子 怎么可能是龙神呢 两天 两天之后 这江北怕是要改天换地了 江家 很快就要成为过去了 你今天 还真是一个光芒万丈的小者 放下 无妨 那就等到两天以后的生龙宴 再给他们两天时间 是 江明飞 你要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张灵 你个贱子 你把整个江家 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你说我想要干什么 如果李不凡 真的是龙神呢 龙神 他佩 不过是赵家小姐 与公主殿下 互相争斗的工具罢了 你真以为赵小姐 把她当成龙神了 当真是傻漏了几点 我相信她 相信她 相信她 相信她把江家拉住了 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件事两日之后便会有分响 让开 嗯 让 你要去哪 用不着你管 我管不着 你以为你还是高高赞上的江家小姐吗 这个江家都在等着对你兴师问罪 还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勾奥 嗯 你放开小姐 这 谁给你的胆子 江明飞 你别太过分了 过分 接下来 只会更过分 你要干什么 我想要一个交代 你要什么交代 你就一个人 没错 看到了吧 这就是你所谓的龙神 现在 她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就跟垃圾一样 被丢在一旁 跟我走 废物东西 你找死 你个废物 你敢打我 死到临头了 你还不知道 你给我等着 两天后 我看你怎么死的 你这个贱人 现在整个江家都在等着你回去有一个交代 要是不敢回去 攻击以后 你休想再进入江家大门 我现在马上给你订机票 马上出国 马上离开大夏 你现在还不相信我是大夏龙神吗 我刚才那么说 不是为了在江明飞面前不弱了气是吗 你还真以为你是大夏龙神 我 再说了 哪有你这种被卖到云北的龙神啊 我 行了别说了 小月 马上安排她出国 小姐 她就是个害人精 你为什么还要管她呀 如果没有她 我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了 是 你不烦 我本来想让你光芒万丈 让那些辜负你的人都后悔去 但我现在做不到了 送你离开 是我现在唯一能帮你做的事 还愣着干什么 去机场 去机场干嘛 你还有脸问 现在整个江家都在问责小姐 要小姐给个交代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 现在小姐背负了多少的压力 交代了 那我现在就去给他们交代 呀 唐姐 你回来了 你不怪我 唐姐 你这说的哪里话呀 咱们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困难的一起度过吗 怎么可能责怪你呢 谢谢你 谢谢 江玲 你还真是愚蠢至极啊 你 你什么你 你刚才打我 打你又如何 你以为 你还是以前那个江家大小姐 所有人都要围着你转 哄着你吗 啊 你们两个出来吧 我就说这个蠢货会相信我的话 会感动落泪 怎么样 没错吧 真是个蠢货 居然被江月的话给骗了 你把整个江家陷入深渊 毁掉我们所有的一切 你是有多愚蠢 会相信我们不会怪你 还如果不是那么愚蠢 又怎会相信一个被武是大夏龙神 为了一个被武要对大夏公主 真是可笑 是我对不起江家 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你想要怎样 我想要怎么样 江凌啊 你不是自诩为江家大小姐十分高 怎么了 现在怎么不继续高了呢 我自己犯个错 我会去弥补 弥补 你要靠什么弥补 你知道你得罪了是谁吗 那可是大夏公主 在那种人物面前 我江家如同蝼蚁一般 贪之可灭 你还拿什么弥补 你说呀 你毁了我们所有人按我的生活 你还要靠什么弥补 靠你那个想把老龙神吗 啊 我话说了吧 想不出怎么弥补 不如我帮你想想办 冯阳 冯阳 现如今 已经入了公主殿下的法眼 他又有一个堂哥是大夏的文位 你去勾引他 反正他的床 只要他肯帮我们 江家就还有一条活路 你想让我去勾引冯阳 怎么 你愿意吗 我告诉你 现在的冯阳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你应该跪在他的脚下 祈求他的宽恕 只有这样 你才能赎罪 我不答应 我不去 我们总是还会有别的办法的 我去 我去找赵司仪赵小姐 只要求他帮我们 我们还是会有一条活路的 活路 可笑 江灵 你还没认清自己吗 在京都那些大人物眼中 我们不过就是楼里罢了 赵小姐只不过拿你和那个冒牌炉神当玩具 再故意和公主殿下斗气 你还真以为你可以在他面前说上话了 总 总还是会有办法的 恐怕 没那个机会了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自然是带着你这个江家的罪人去赎罪喽 把他绑起来 送到冯阳少儿的床上 你们敢 你现在就是条丧家之犬 还在那逞什么大小姐的威风 江玉 我们好歹也是一家人 你不至于做到如此地步吧 谁跟你这个蠢货是一家人 大家走 放开他 你怎么来了 快走 我不来你怎么办 不用你管 快走 你拿我当朋友 从没看不起我 我怎么能不管你 朋友 我亲爱的堂姐 你还真是昏宿不济 什么货色朋友都交我 这种看起来浑身散发着恶臭味的香巴狼 你都和他做朋友 不用你管 让他走 尿 这么在乎他 该不会不是朋友 而是晴朗吧 还真佩服你 什么货色都下得去手 不过这也不怪你 毕竟这种香巴狼 虽然身上恶臭 但体力好 哈哈哈 你给我闭嘴 怎么 让人做不让人说呀 我别要说 小家伙还挺凶啊 我堂姐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我出双倍 你好好做 你的嘴跟你的脸一样臭 你骂我 江巴狼小白脸你敢骂我 再废话我还敢打你呢 滚 你怎么来了 万一让他们知道你是谁 你就离不开江北了 你先去找小月 让他立刻送你出国 我走了 我走了你怎么办 去陪那个冯阳吗 不用你管 你先走 走 你们两个谁都走不了 现在江家的保镖 已经把这棟别墅给包围了 江月 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 但你必须放他走 你以为你现在还有得选 江灵 你要干什么 让我去陪冯阳 是他出的主意吧 毕竟 把曾经糟糕在上的江大小姐压在身下 是会有巨大的成就感 你刚刚说我没得选 可我就偏要试一试 像不让他走 笑我 我死在这里 你 够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 闹得成这样 成何体统啊 三叔 你不继续躲着了 灵儿 你不 我刚刚有事在忙 江家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 你这样先把手中的刀放下 要是弄伤了自己 那就不好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商量的吗 一家人 你现在跟我说一家人 听话 把刀放下 其他的水平交给我 交给你 你小子窜什么东西 我不管逆湘和江陵是什么关系 从现在开始 立刻离开他 滚出江北 你们就那么确信 那个大厦公主说的是对的 不然呢 难道真的相信在宴会上 数字是龙神的骗子 听说那个骗子愚蠢至极 之前还曾被骗到过云北 龙神是何等人物啊 怎么可能会是那个货子 那你们为什么不等到两天以后生龙宴 那个人是不是龙神 不是自尽分枭 我真等到那个时候 哪有时间运作 即使我江家岂不是真要坐等灭门 可如果那个人真的是龙神 就像你们江家现在的所作所为 岂不是自掘坟墓 就有可能 小子 哪来那么多废物 卡里有十万块钱 请赶紧滚蛋 十万 妈 还嫌少啊 对你这种姓妈妈而已啊 十万块钱 我们都在乡下快过好几年了 小子 恨心 不然你什么都得不到 废东西便宜你 所以 你们江家一致认定 要把江家大小姐 送到冯阳那儿去讨她开心 不然呢 这是她自己找 她要自己去还 小子 你再肯废物 把你的腿打断 然后扔出去 你看 这江家还有什么值得你去留恋的呢 你跟我走吧 我再给你造一个 比江家强盛百倍的豪门世界 别开玩笑了 我没开玩笑 哈哈哈哈 还要建造一个 比江家强盛百倍的豪门 你以为你是谁呀 大下龙神吗 没错 我就是你们口中那个 被骗到云北的冒牌龙神 只不过 我是冒牌 原来就是你小子 害得江家轮轮的福金之般田 你 来人哪 你这小子给我废了 庞起来 逢娘少爷 我想逢娘少爷和公主 你开心 你 我亲爱的堂姐 你该不会以为 我还会给你用死亡威胁的机会吧 我 来人 这两个人都给我帮起来 都给我住手 走 爷爷 爸 你醒了 什么 我醒了你很意外 我要是再不行 这江家 是不是你做主了 爸 你听我解释 够了 我不想听 当年 你和你二哥流落街头 差点饿死 是我收养你们俩 把你们俩养大成人 虚意高位 你们今天 是怎么报答我的 你们居然要把我江家唯一的后人 送到别人床上去 爸 那是因为 因为什么 我看 都是我平日里对你们太好了 让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定位 江家的产业 从来都不属于你们 你们现在所拥有的 都是我给你们的 而不是你应该得的 偌大的江家的产业 即使今后外光了 也与你们无关 凭什么 凭什么 就凭当年我收留了你爹 不然就没有你的今天 杨月 爷爷好不容易醒了过来 你又让他生气 爸 你昏迷了半个月 好不容易醒回来 千万不要再动气了 嗯 你问问老三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造反吗 老三 我说了 江家这次麻烦交给我来处理 你为什么擅作主张 哥 我 过了 跪下 没错 是 还有你 我没错 我让你跪下 还是老二 让我省心呢 去给爷爷倒茶 是 爸 您放心 我在外面这些年来啊 积累了不少人脉 我已经发动他们啊 去给江家说情了 再说了 明妃和冯阳关系不错 看在明妃的面子上 冯阳已经答应替我们江家 向公主殿下求情了 好 好啊 爷爷 先喝茶 好 这茶有毒 不能喝 混账 长了几十年呢 儿子 难道 还会在茶里下毒害我不成 倒是你 年纪轻轻 不知所谓 胆敢冒充龙神 害得我江家落得如此甜蜜 若非你救了灵儿 我立刻叫人把你给废了 怎么 你不相信 老二和明妃 平时对我孝顺有加 他怎么可能 会给我在茶里下毒 可你为什么身体健康 却忽然昏迷了呢 你 你胡说 我怎么可能下毒害爷爷 晃晃晃晃晃的 成何其同啊 再说了 老爷子年纪大了 身体本来就不好 出点意外 也很正常 父亲 如果您觉得 我和明妃想对害你 这杯茶 我来看 好了 我怎么会听信一个外人的话 而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呢 小子 你救了灵儿 但你也把我们江家害到了如此地 现在我们两清了 赶紧闻出江家 好严难劝该死的姑娘 放死 敢敢在我面前诅咒我父亲 你确定是诅咒吗 够了 李不凡 你先走吧 你不信我 虽然江明妃跟我一向不合 但二叔却对爷爷孝顺有加 他不可能往爷爷的茶里下毒的 我知道 刘烟背叛了你 你心里受了极大的打击 所以 才先冒充龙神 现在又冒充神医 可是 现在真的不是你胡闹的时候 你先走吧 三 你干什么 二 主神弄鬼 够了 把他给我 爹 爹 爹 糟了你血 你死了还要见我一水血 二叔 你为什么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他若不死 难道要把那大的江家交到你手上 你江家奋斗了半生 你眼神不能继承家业 难道因为我是被受养的 你简直是狼心狗肺 狼心狗肺 你能掌控整个江家 狼心狗肺 欠负所指又如何 你 你这个贱人 把罪个公主殿下 扰到了我所有的布局 我 爷爷 爷爷 你们谁能救救我爷爷 李不凡 你刚刚说这碗茶有毒 你能救我爷爷对不对 你能救他对不对 小猴子 你确实有点东西啊 不过可惜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看到了不该看的事 究竟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吗 废物东西 死到临头了还嚣张 弄死他 给我弄死他 交给我吧 你一定要救救我爷爷 我只有他一个亲人了 爸 别跟这对狗囊你浪费时间了 赶紧坐掉 把他送到皇上床上 老房 这老东西本来就年纪大 又喝了练性无药 就是神仙来累难救 这小子不是口出狂言吗 我看他怎么救 哼 要良小丑啊 不自量力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种方式救人的 江灵 说你蠢还真没冤枉呢 居然信这么一个招摇撞骗的玩意儿 我李不凡想救的人 阎王也要给三分拨命 你 你到底是谁 我是神 不已经告诉你了 不 不可能 你也不可能是大霞龙神 怎么可能 来 把他抓起来 抓起来 抓起来的人 我看 应该是你吧 爸 我不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老头子我 玩了一辈子鹰 没想到 最后 竟被鹰给啄瞎了眼 你们两个 好得很啊 那你能怎么办 为江家操弄半生 你却要最终把这个江家交给江灵这个小贱人 那我算什么 我老头子 本并不是无情之人 我本打算把江家的财产 一分为三 你 和老三 还有灵儿 一人一份 可我数十没想到啊 你们是如此的狼心狗肺啊 一分为三 不 我要的是掌控整个江家 我亲爱的父亲 你老了 你该退位让贤了 今天 你要掌控整个江家 天王老子拦了也拦不住我 丧心病狂 丧心病狂 我会把你送到冯烧的床上 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丧心病狂 你 老头子 我把命给你 放这两个年轻人离开如何 想要救你孙女啊 可以啊 跪下来 救我呀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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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 老爷子 你体内毒素刚刚清楚 需要多休息 别乱动 小伙子 我对不住你 这 这是我唯一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 您做好 其他的事情 我来解决 你说要整个江家 问过我吗 问你 你算什么东西 来人 给我上回子 是 怎么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 这么厉害 怎么可能被骗完家产 怎么可能被卖到云北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不可能 老兔子 我也曾经以为 你不可能背叛我 不 爸 我错了 求你再给我一次救 我一定好好为你送中原了 你给我滚 今后 我不想在江北 看到你们两个 不 爸 你慌什么 这江家 我们不耐也罢 没有了我们父子俩 这江家两天之后 必定灰飞烟灭 老不死的 要识下 现在就乖乖地把江家交出来 那两天之后 你跟江陵那个贱人 或许还能留条命 否则没有我在中间周旋 两天之后 公主殿下的怒火之下 你和江陵 就跟着江家一起完蛋吧 江家可以给你们 我老头子的命 也可以不要 但是灵儿 和他的命 我要保 可以 那我现在要把所有的江家资产 全部都转移到我爸名下 送他们俩离开江北 我立刻转移资产 不 爷爷我不走 灵儿 听话 没问题 你们俩还愣着干嘛 我现在就安排你们离开江北 滚 小子你说什么 我让你滚 还想不想让我送你离开江北了 你不要命了你 你再不滚 我就把你扔出去 好好 两天之后你就等死吧 走 你呀 你糊涂啊 爷爷 就算是我们把江家都给了他们 他们也不会放我们离开的 可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呀 你是我唯一的孙女 只要是有一线希望 我都要为你争取 你们就这么不相信 我是龙神 你就别吹牛了 小伙子 你会武功 又懂医术 的确出乎我的意料 但是 你根本就不知道 大夏龙神这四个子 它代表的是什么 那种人党 它所拥有的手段 所站立的高度 那都不是你我 所能想象的 寻常人党 都以这一辈子 见到龙神之面 感到三生荣静 你呀 就别老想着 加班龙神了 是啊 龙神大人 那可是神仙一般的人物 传闻中 龙神归位的消息一传开 大夏边境 魏增一兵一卒 东乱已久的边境 就瞬间安定下来了 不发一言 就能让大夏国泰民安 四海生平 这就是大夏龙神哪 爷爷 像那等神仙一般的人物 守护的 可是我们大夏亿万的子民 那先兄一定很开阔吧 如果我们向他求救如何 没错 龙神是何等人物 那种人物 心怀苍生 绝不会因为有人假扮他 而去计较那些人 龙神要是知道事情的经过 最多也就是小城大戒一番 只要龙神开口 哪怕是大夏的皇室 也不敢动我们江家 那这么说 两天后的生龙宴 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没错 老头子我这次 就是拼尽所有 也要弄到一张 生龙宴的情节 面见龙神 为你们二位 求得一切生机 可听说 这新任龙神 不惜高调 发出来的生龙宴的情节 也没有多少张 我们该如何弄到 这生龙宴的情节 老头子我 在江北打拼了这么多年 还是有一些人脉的 我这就给 江北的副城主 蓝副城主打电话 我相信 他作为副城主 手里 一定会有一张请柬吧 不用打电话 请柬我有啊 胡闹 你假扮龙神 已经惹下了不少的祸事 现在 有伪造情节 老爷子 我 我这情节 你想说 你这情节是真的是吧 这简直是乱来 生龙宴的情节 还没有公开对外发放 还没有人知道 生龙宴的情节 长得什么样子 你就敢伪造 真是胆大包天 我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这情节是真的 行了吧 爷爷 快给蓝城主打电话吧 好 我这就给蓝城主打电话 小蓝啊 我是你江叔叔 找我有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我听闻 这两天 龙神大人 你想要生龙宴请柬 没错没错 江叔叔 你要知道 这生龙宴 大下多少豪门世家 前面参加 若非龙神大人 不喜高调 不让江北之外的 豪门世家参加 我这江北 早已为人如云 即使这 生龙宴的情节 那也是万金难求啊 若是之前的江家 倒是资格拿到 这生龙宴的情节 现在吗 小蓝啊 只要能够弄到 一张情节 我江家愿意付出 任何代价 是吗 若江叔叔愿意拿出 江家一半的家藏 我倒是可以 给你模画模画看 好 事成之后 我江家一半的财产 我双手放上 事成之后 你现在还有 和我谈判的资格吗 我现在就要 江家一半的财产 否则的话 免贪 好 我马上叫人 转移一半的资产 到你的名下 嗯 大俩 胃口这么大 也不怕撑破了肚子 放肆 谁再说话 小蓝 是我们江家的后辈 口不择言 我代她向你道歉 小蓝 老东九神 你很久了 一个一个小蓝 小蓝是你叫的 你现在什么位置 你不清楚吗 叫我蓝城主 你 铃儿 蓝城主 家里的后辈不懂事 惹你生气了 请你勿怪 弱大的江家 都要名落西山了 还想摆江北第一世家的围书 好家伙 管好你家的后辈 不要逃过此劫 日后又遭大难 是 您说的对 给你半个小时 把江家一半的资产 转到我的名下 听明白没有 让你们俩看笑话了 爷爷 他怎么这么过分 当年要不是因为您 他早就因为被人诬陷 锒铛入狱了 哪里还能当得了 江城的副城主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 爷爷累了 你去把江家一半的资产 转移到蓝府城主的名下 真的要这么做吗 那万一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但你要明白 我们现在别无选择了 老爷子 小伙子别说了 你们走吧 我累了 我去休息会儿 江家 是爷爷一生的心血 可如今 放心吧 江家不会没落的 只会越来越强大 我向你保证 现如今还是想着 如何能活下去吧 我还有事 就先不陪你 我先走了 朱雀 拜见龙神 起来吧 江北副城主 有没有资格 分配到圣龙宴的请柬 禀龙神 按照您的指示 圣龙宴尽量从简 发出的请柬 一共不到三十张 江北副城主 并没有资格 获得圣龙宴的请柬 更别提分配了 给他一张 让他也去 遵礼 另外圣龙宴的请柬 已经开始对外发放了 谁应该收的 你应该清楚 朱雀有罪 望龙神大人责罚 我罪 朱雀御下不言 手下龙卫被窃取黑龙令 致使龙神大人受辱 朱雀罪该万死 请龙神大人赐死朱雀 以证军归 你啊 我又不是那生性残暴之人 怎会动辄刺死人 再说我三十万龙卫 个个都是活生生的人 是人就会犯错 小惩大借即可 龙神 够了 丢失黑龙令 的龙卫何在 出来 龙卫逢宇 罪个万死 求龙神大人自私 江北势了 你回龙殿守门三年 以京校友 龙神 怎么 我说话不管用吗 龙卫逢宇 谢龙神不杀之恩 两日后 你随我去参加圣龙宴 你亲自取回你 丢失的黑龙令 遵令 还跪着干嘛 起来吧 是 兵龙神 赵家大小姐 赵司仪想见你 让她来 赵家 赵司仪 拜见龙神 找我何事 司仪 作为女儿身 但司仪自认为 自身猜你 完全不输 世间绝大多数男儿 司仪不猜 也想掌赵家大权 去看看 这高处的风景 可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从今往后 司仪 愿为龙神大人 赴汤蹈火 干闹涂地 倒也不至于 走吧 龙神大人 你 还不错 司仪 恭送龙神大人 司仪 外泄朱雀大人 引荐之恩 莫药多礼 日后 你我同为龙神大人效力 当携手重新 是 朱雀大人 冯阳的电话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莫药扰了龙神大人的兴致 是 堂哥 什么事 听闻两日后 龙神要在江北 召开生龙宴 不知道堂哥 能不能拿到 生龙宴的请柬呀 给你十张 够用吗 够了够了 谢谢堂哥 谢谢堂哥 这一次我倒想要看看 你们还有没有胆子 阻止我掌控家族 赵小姐 江小姐 好巧啊 赵小姐 江陵有一事不明 请问你见过真正的龙神吗 江小姐不也见过 赵小姐 您别开玩笑了 你不信李先生是龙神 赵小姐说笑了 如果您见过真正的龙神 为什么要和李不凡演这出戏呢 不然也不会闹到如此地步 我 我知道 我没有资格指责你 在你们这些权贵的眼中 普通人的命 比蝼蚁还廉价 可就算再廉价 也不该成为你们权贵之间 斗气的一时兴起 而就让别人 付出生命的代价吧 江小姐 我真羡慕 赵小姐 您是在嘲讽我吗 不 是真的羡慕 因为 别人妖不可及的东西 你却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拥有了 江小姐 我现在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能说 你的未来 有着你形象不到的精彩 未来 我还有未来吗 冯尚 你也太厉害了吧 这外界万机难求的生龙宴请简 你居然能有十张 看来你堂兄 在龙卫的地位不凡 否则也不至于随手就给你十张情简 如此 我便放心了 赵司仪 你很快就会知道 找一个骗子来冒充龙神 是多么可笑 蓝副城主 我已经将江家一半的财产 转移到您的名下了 嗯 谢谢江小姐了 那 您看这情节 情节 什么情节 你 你之前明明答应过爷爷 只要我将江家一半的财产 转移到您的名下 你就可以给我那张生龙宴的情简 生龙宴的情简 你们江家一配 你不讲信用 信用 那都是无能之人玩的游戏 在我这里 没有戏 你会遭到报应啊 看着你这狂物又无能的样子 真是好笑 生龙宴的情简是吧 这生龙宴的情简 每次可以带你一个人住 我可以带你进去 不过嘛 你要跪下 给我做梗 这个情简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默认了 曾经高高在上的江大小姐 如今跪在这里做梗 真是值得期待哟 简离找死 兰副城主 请你自重 站住 简离 你可要想清楚 今天你要是踏出这个大门 你就再也没有办法拯救你们张家了 难道 我今天留下来 兰副城主 就敢冒着得罪公主殿下的风险 来保下我们江家 你 简直 你早晚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龙神大人既然给我情简 说明龙神大人对我青睐有加 凶不了我多久 我就是这江北的城主 是因为你吗 早晚成为我的皇宫 到底怎么样 老爷子 我这情简 看到没有 这就是情简 嗯 鹰野 我骗你的 嗯 青简拿到了 哈哈哈哈 好好 我就说 这蓝小子不是那种冒案复役的人 哈哈哈哈哈哈 青简拿到了 咱们江家 就有救了 哈哈哈哈哈哈 虽然我不知道 你通过什么方式伪造的情节 但现在 我只能这么做 如果要彻底断绝希望 那我也想在两天后的生龙夜门口 再彻底断绝武将家的生计 这就是传说中的龙卫吗 传闻中三十万龙卫 个个都能以一笛百 龙神出征 三十万龙卫相随 即可踏平一切 横扫万国 龙卫啊 冯家有此关系 以后要一飞冲天啊 爸 我们虽然丢了第一世家的名号 幸好还可以抱上冯少这条大雷 不像江林和那个老不死的 连命都没有 这不是去的老东西 死了也是活该 爷爷怎么就养了 你们两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江林啊 你们三个来干嘛的 那还用问吗 肯定是想混进生龙宴 求龙神大人网开一面 饶他们一死 进生龙宴 你们也配啊 看到了吗 这是外界万金难求的生龙宴情景 你没有问 谁说我们没有请柬了 照这么说你们有请柬了 拿出来看看 别为难这个老不死了 得罪了公主殿下 还和假扮龙神的废物 交合在一起 他凭什么拿到生龙宴的请柬 做梦拿到的吗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快滚吧 谁说我们没有请柬了 瞪大你们的狗眼看看 这是什么 什么 你们怎么可能会有生龙宴的请柬 老头子我在江北经营了几十年 这点人脉还是有的 人脉 我看未必吧 小蓝 这次还真是要感谢你啊 要不然 够了 我没警告过你吗 小蓝也是你叫的 你 你 你什么你 老子的东西 小贱人 你好大的胆子 紧张伪造生龙宴的请柬 伪造的请柬 对 昨天就是这个小贱人 为了生龙宴的请柬 来到我的办公室 卑躬屈膝 最后还敢射救我 在我无情的拒绝以后 他恼羞成怒的离开 肯定是当时他看到了我的请柬 所以伪造了一张 小镜生龙宴 好啊江林 你这个贱人 我说你哪来的生龙宴的请柬 原来是伪造的 你好糊涂啊 之前和人勾结假扮龙神 现在又伪造生龙宴请柬 胆大包天 这次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你了 龙卫大人 这里有人伪造请柬 赶快就能拿下 龙卫大人 这里有人伪造生龙宴的请柬 挑衅龙宴的威严 龙卫大人 现在伪造请柬 没有人管吗 龙卫 龙卫行事自有其准则 不是你能揣测的 再说 这些漂亮小丑 蹦在不了几天 和他们继续那么多干事 赶紧进入宴会厅 等着瞻仰龙神大人的天言才是证实 就是 等宴会结束 这几个漂亮小丑随便处置 那我们赶快进去吧 我们也进去吧 我没听错吧 刚才是这个废物说 想用这张假的请柬 进入商工宴 向老头 你好歹曾经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怎么今天被一个小子给拿捏住 像个小丑一样 你别胡闹了 你相信我吗 那就让我带你去见见 世界之巅的风景 世界之巅的风景 我倒要看看 到时候你们几个是怎么被扔出来的 你们今天但凡要是进得了宴会厅 老子跟你姓 这是老骨头了 临死了要闹笑话 完了 这废物完了 在龙卫面前使用假情谨 挑衅龙卫的威严 找死 可惜了江陵这小贱子 掌他挺水灵 不然以后想搞过来玩吧 拱迎贵宾临 贵宾 这怎么可能 他们的请柬是伪造的 怎么可能是贵宾呢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走吧 你老慢点 好好好 不不不麻烦 不敢麻烦你 好好好 这 他们的请柬是真的 他们哪儿来的请柬啊 够了 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赶紧今儿约会厅 让我们也感受一下 龙卫纹鞠躬 供养的感觉 没想到有生之年 还能享受到被龙卫鞠躬的一天 是啊 就是 龙卫鞠躬 那可是龙神大人才能享受的待遇 走吧 走走 你们不鞠躬欢迎吗 我们有请柬 我们是来参加宴会的 不是你们怎么回事啊 刚才李不凡那个废物拿着请柬 你们都鞠躬欢迎 现在到我们了 你们不欢迎了 再敢胡言乱语就滚出这里 我 我儿子不懂事 打扰几位大人了 我们直接走啊 直接走 凭什么 凭什么李不凡那个废物 都能被鞠躬 而我们就不行 多了 龙卫如何行事 岂是你我能评判的 小心祸从口出 我就是不服气罢了 何必和几个将死之人之气 是 那个老不死的想尽办法进生龙宴 不就是想当着龙神的面 当面求情罢了 看他怕是连龙神的面都见不上吧 没错 生龙宴的情节 那可是有排序的 地位越尊贵地坐在越前面 不知道将领这小贱人 如何搞到生龙宴的情节 但他们肯定是最后一排 恐怕 连龙神大人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楚 会场的迎兵来了 我倒要看看 这几个废物 好不容易搞来的情节 到底坐在第几排 要你啊 我们就在最后面 随便找一排坐下来吧 老爷子 我们的位置可不是最后一排 你们的位置不是最后一排 难道在最前面不是 开什么玩笑 第一排那可是公主殿下 以及赵家小姐才有资格做的 你们也 那可未必 今天但凡是最后一排 我倒一拉锡给你看 你还是先改个兴趣吧 男生主 何必和他们一半见识 小丑罢了 是 我倒要看 你们今天坐第几排 不用看了 随便最后一排放个位置扔就行 贵宾您好 您的位置在第一排 怎么可能 他们的位置在第一排 小姐 你肯定搞错了吧 他们怎么拿到第一排的情节 行小姐 您帮我们看看我们的位置在第几排 最后一排 啊 这怎么可能呢 是啊 我知道了 一定是赵家小姐安排的 她知道李不凡冒充龙神 怕龙神怪罪于她 所以把他们带到宴会亭上 让龙神亲自处理他们 降罪于他们 绝对是这样 要不然根本没有办法解释 对对对 他们怎么可能是第一排的情节 三个工具人 小丑罢了 可笑至你 走走走 我一定会成为龙神夫人 一定会 公主殿下 您长相倾城 龙神大人 一定会为您神魂颠倒的 没错 龙神夫人的位置 非公主殿下莫属 好 你们放心 等我成为龙神夫人了 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刘燕愿意为公主殿下赴汤蹈火 我也愿为公主殿下上刀山下火海 这废物怎么来了 棒死你们好大的胆子 胆敢汇集生龙宴 我们可是拿着情节进来的 情节 你们也配有情节 夏无忧收起你那高傲的样子 他们凭什么没资格收到情节 赵司仪 看来你还真是一条路走到黑了 非要把这么一个冒充龙神的废物 弄到生龙宴上 是不是假冒的 你甭就知道了 既然你要自寻死路 等一下他要看看 你怎么和龙神交代 你们还在这干嘛 滚到最后一排去 我们的座位可不在最后一排 可笑 不在最后一排 难道还在第一排 就和我做一起 你们也配 他们的座位还真在第一排 江小姐 江老爷子 你们二位 不 赵司仪 你非要和我做对不成 和我同一排 他们不配 不配的人是女余 你 好 亏了器物 你倒是下了血本 竟然帮他们搞到了第一排的情节 那这个冒充龙神的废物呢 你打算让他坐哪儿 现在整个生龙宴可没有位置可坐了 是啊 我坐哪儿 你坐哪儿 生龙宴上也没有空位 也没有地方可坐 要不然你坐我这儿吧 我先出去 放心 我有位置坐 你还有位置坐 坐哪儿 坐地上吗 哦对了 这生龙宴上还真有一个位置可坐 不过你敢吗 再借他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在这生龙宴上 坐上黑龙王座 就是 今天龙神大人可是会亲自到场 你这个废物 怎么敢去跟龙神去抢座位 不敢坐是吧 赵思怡 你的人也不过如此 你不是认定他是龙神吗 怎么连龙神的黑龙王座都不敢坐 也不行啊 这个位置本来就是为我准备的 我为何不敢 你 你怎么敢 帝不凡 你这个废物 今天可是生龙宴 你怎么敢带生龙宴混事胡闹 这废物完蛋了 他肯定完蛋了 没错 又是他还老不死的 还有将领哀求龙神 龙神说不定会开口 让公主殿下饶他们一个 可这小子自己找死 好 好好 你小李 你 你糊涂啊 赵思怡啊赵思怡 你还真是一再给我惊喜啊 别急啊 更惊喜的还在后面 后面 你没有机会了 等真正的龙神出现 你就等着在龙神的盛怒之下灰飞烟灭吧 没有人能救得了你 就连你赵家大小姐的身份 也救不了你 赵思怡 拜见龙神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装模作业 赵思怡 你不妨抬头看看 周围的人是如何看你 现在的你 就如同小丑一般好笑 起来吧 是 继续演 看着废物的架势 真把自己当龙神了 数据太深 走不出来罢了 不过呀 在其他人眼里 不过就是个小丑 赵思怡 龙神就要来了 我没空陪你演戏 来人 把这个废物给我抓走 等待龙神的审判 看到了吗 这就是你所谓的龙神 一个小丑罢了 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一个骗子而已 何必对他那么客气 直接抓走就行了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 我是不是骗子 我跟你一起去 一起受罚 没事 你在这等我 没事 死到临头 还在做梦呢 皮不烦啊 你知道吗 你就是一个废物 把你一脚踹开 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 赵小姐 您救救他 求您救救他 救他 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夏无忧 很快你就会知道 是谁自身难保 江小姐 你放心 没事的 等一会儿你就会明白一切了 好 朱雀 恭迎龙神大人归位 神龙好 黑龙罩 至尊面具 以为你了 还请龙神 登陵王座 昭告天下 得 出发 是时候向世界宣布 他们的神 降临了 所有人起身 迎接龙神到来 我 我 龙神要来了 我未来的丈夫 我终于看到你真实的样子了 哼 你还真是可笑 可笑的人是你 你倒是应该好好想一想 一会儿 怎么跟龙神大人交代 灵儿 爺爺对不住你啊 爺爺你放心 万一 万一 他真的是龙神了 是啊 他要是龙神 就好了 我 你还真是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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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下皇室公主下无忧 拜见龙神 赵家赵思怡 拜见龙神大人 拜见龙神 都坐下吧 谢龙神 怎么了 这 他 放肆 什么他他他 那是龙神大人 他的声音好熟悉 李不凡 是李不凡 你是先疯了吧 这可是真正的龙神大人 怎么可能是李不凡那个废物 不是 是李不凡的声音 我能听得出来 是真的 够了 这不是你胡闹的地方 赵家赵思怡 代表大下赵家 送上资金万亿 个型号专机千价 各类型豪华游轮千搜 全球各地别墅庄园五千栋 恭贺龙神大人归来 有心了 哇 这就是大下第一毫门的豪气啊 是啊 果然赵家出手不凡哪 动辄就是万一 这么多钱 我想都不敢想 还有那专机游轮 竟各送一千 还有全球豪华别墅庄园 五千栋 全球的城市好像就三千栋 走走吧 这龙神走到哪儿 都有别墅庄园可以住啊 哎 现在去看 大下皇室 能送出什么鹤里了 夏无忧代表大下皇室 送 紫荆别院一栋 各市豪车万两 全球各地海岛千座 恭贺龙神大人归来 此今别院 那可是大下神都的中心啊 占地数十万平米 风景优美 传闻 乃是大下龙运汇聚之地 平日里只有大下皇室才能进出啊 还有豪车万两 海岛千座 大下皇室过人命不虚传啊 是啊 这一个大下皇室 一个大下第一世家 跟他们一比 咱们这礼物 我根本就拿不出手啊 可不是吗 龙神大人怎么不说话 哎 是啊 龙神大人 可是对夏家的鹤里不满意 大下王室 果真是好大的手柄 愿为龙神大人鹤 只要龙神大人高兴 一切都是值得的 只是 这礼太重 我不敢收啊 龙神大人说笑了 您的龙神殿 早已富有四海 夏家的这份鹤里 对您来说不算什么 愿龙神大人收下 还是说 龙神大人 您对我有所不满 你可是大下公主 威风得很 我怎么敢 对你有所不满 夏无忧黄口 不知无忧是哪里做的不对的地方 让龙神大人所误会 还请龙神大人试下 无忧定给一个交代 我只是怕 我现在收了 等一下你会后悔 送我这些东西 龙神大人若是收下 就是无忧的荣幸 又怎么会后悔呢 即使如此 那我便收下 起来吧 夏无忧 带大下皇室 拜谢龙神大人 龙神大人 有件事 我不知该不该说 说 龙神大人 三天前 江北江家的宴会上 有人以您的身份 报充出席 今日那人不知如何 获得了请柬 混进了神龙宴 还做了您的黑龙王座 竟有此事 没错 此人胆大包天 肆意妄为 以卑贱之身冒充龙神 这简直是对您身份的侮辱 简直是岂有此理 那人在哪儿 龙神大人 那人已被龙卫抓捕 您可以随时处置 不过 在我看来 最可恶的不是那人 据我所知 那人不过是一个愚蠢的废物罢了 您可能还不知道 那蠢货被他的女朋友骗光了家产 还卖到了云北 哦 然后呢 这么一个蠢货 敢来冒充龙神大人 一定有人在背后指使 没错没错 那蠢货是可恶 这可恶的人不是他 是背后指使的那个人 所以你认为 是谁在指使这一切 龙神大人 我不敢说 怕被人报复 请说 我替你做主 那我就大胆说了 背后指使这一切的人 是赵司仪 三天前 在江家的宴会上 也是他帮贾龙神站台 今天 也是他帮着那个贾龙神混迹生龙宴的 这一切 都是他指使的 赵司仪 你可承认 禀龙神 赵司仪承认 龙神大人 他已经承认了 快 把他抓起来 这个包藏祸兴的贱人 快把他碎尸万段 五幼公主果真是狠心啊 我倒想问问 之前你口中的那个蠢货 你想要怎么蠢吃啊 那个蠢货冒充龙神 胆大包天 也应该碎尸万段 好一个碎尸万段 好一个无忧公主啊 龙神大人 您 夏无忧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谁 你 你 李不凡是龙神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我就说是他 我听出来他的声音 他是龙神 他是龙神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会是龙神 这小子真是龙神 他真没骗我 你怎么可能是龙神 怎么可能 龙神大人怎么可能会是你 我为何不可能是龙神 我早就告诉你 怎么 刚刚送我的礼物 是不是想要回去 收回 当然要收回 那是送给龙神大人 你这个冒牌货 怎么可能配收龙神大人的礼物 赵司仪 你好大的胆子 这个时候 你还找人冒充龙神 你就不怕龙神的分天之怒吗 夏无央 直到现在 你还在执迷不悟吗 执迷不悟的人是你 龙神马上就要来了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你真的没救 没救的人是你 来人来人 把这个冒充龙神的家伙 给我抓起来 你们都是龙子吗 你们听不到吗 我是大虾公主 我命令你们 把他给我抓起来 老汉海 我命令你 立刻带程威君 把他给我抓起来 抓起来 不不不不 公主殿下 你想抓我 不敢哪 不敢哪 蓝汉海暴犯龙神大人 最该晚死 就龙神大人 开恩放我一条生路 他不是龙神 他不是 你给我起来 起来 他不可能是龙神 他不可能 够了 夏无央 你到现在还认不清现实 睁大你的狗眼 给我看清楚 他身上穿的 是代表龙神身份的神龙袍 他手里拿的 是代表龙神权力的黑龙罩 他此前脸上戴的 是代表龙神 至高力量的至尊面具 事实就摆在你的眼前 还有什么不愿意相信 不是龙神 你不是龙神 你不是龙神 龙师叔 你亲眼见过龙神吗 你告诉他们 他不是龙神 你的龙尾堂哥呢 看人呢 叫他出来 让他只认这个冒牌货 既然他不死心 叫他出来 是 冯宇何在 冯宇 背景龙神 堂哥 我的黑龙令呢 他 堂哥 救我 堂哥救我 自作孽 不可慌 死不了断吧 或许还能给冯家 留下一些生机 我不想死 我 我不知道他是龙神啊 都怪他 他这个贱人 都怪他 都怪我 不 李不凡 我是爱你的 我为了你 我可以放弃一件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求求你 你不要抛弃我 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你所引以为傲的资本 在我面前不堪一击 我错了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 我给你生宝宝 我可以给你生很多很多宝宝 带走 不 不 李不凡 李不凡 我错了李不凡 你放开我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李不凡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李不凡 现在 你心了吗 龙神 你是龙神 你怎么可能会是龙神 你怎么可能会是龙神 我问何不能是龙神 夏无忧 你高高在上太久了 被权势迷花了双眼 这云云众生 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是他们支撑起了大厦的万里河山 不管支撑 尊卑贵贱都应该被尊敌 他们的命运 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 而并非他人一样决定 夏无忧 谨遵龙神大人教诲 夏无忧 愿终身囚禁于宗人府 只求龙神大人开恩 切勿迁怒于大厦皇室 我从不迁怒任何人 夏无忧 拜谢龙神大人 大人 其他人该如何处置 还请您设想 龙神大人开恩呢 龙神大人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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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清过 按照大厦立律 龙神大人饶命啊 是 我的妈呀 龙神大人饶命啊 饶命啊 饶命啊 爸 这件事我错了 是我闺蜜请教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一定好好孝敬你 我一定好好 请你养老从中 滚 爸 爸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爸 我是你从小养到大的呀 你不能这么决心啊 爸 爷爷 我求求你了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求求你了 龙神大人 请你把这两个也带走吧 带走吧 爷爷 爸 爷爷 我不走 我不走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爷爷 爷爷 爸 我错了 我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再给我一次机会 不 龙神大人 龙神大人 放手 我错了 我错了 爸 龙神大人 此次 感谢龙神大人出手 救我们江家瑜 水火之中 老爷子 你我之间 不必那样客气 灵儿呢 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我去这儿 想什么呢 这么入迷 江 江灵拜见 哎 你 这儿没什么龙神 只有一个童样 有着七情六欲的 你不管 但是你问我 是三性格的 马灵拜 呀 你 我 我 咱 还有 我 感谢观看